這組媽媽因為他們要的也只是表象的和平 你就當面跟她說 對 你說的對我都會做到的 然後你就表現出媽媽的決策都是對的 我跟你講你接下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下下 歡迎收看今天的蝦咪會 那我們用一杯咖啡的時間 一起來看看今天要聊蝦咪會吧 母親鞋咖到了 在這個特別的節日裡頭 通常我們都會精心準備禮物 來為了一下辛苦的媽媽 但是每年是不是大家都會為了要送什麼禮物的傷透腦筋呢 這次美一致特別邀請到了 金通塔羅漢星座的依琪老師 針對十二星座媽媽提供適合的禮物建議 那我們歡迎依琪老師出場 哈囉你好我是依琪 我現在在做的是身心靈的療癒工作 想要請問一下依琪老師 十二星座比較適合的保養方式是什麼呢 而且聽說這方面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 星座三態才可以比較知道 應該這樣講 其實我們在星座分類上 我們會比較常聽到就是 潑兔風水 它比較是我們星座的性格 我們會喜歡什麼 我們會在意什麼 今天因為我們要講的是保養方式 這個是行動了 我們要持之以恆的去做事情 那這個就要用到開創、固定以及變動 那這個是因為它是有每一個季節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星座 所以它會有三種不一樣的行為模式 那我們從這邊去看 我們的保養方式會比較精準 我們首先先來到開創星座 牧羊、巨蟹、天秤以及摩羯 這四個星座呢 都是在一個季節的最初的時候 所以這四個星座都有一種開創者的特質 只要跟他們的目標有所吻合 他們都很樂意去做各種嘗試 但這個嘗試絕對不是說 一個很新的 然後根本不知道結果會是什麼的 所以他們還是有他們保守的特質 但他們的保守是為了達成目標 那以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來講到保養的部分 他們就非常非常需要一些有可見的成效 因為他們要看到成果 所以不能太久 如果你今天要他們就是三個月後 他們可能就會覺得那我必要 但他們比較適合的保養方式 是可以立即見效的注射填充類 例如玻尿酸、肉毒或是雷射 像是禁膚雷射或皮秒雷射這種方式 他們這個只要是有成效的 其實你要他們定期回診什麼 他們都還蠻樂意的 只要給開創新做一個小小的建議 你們不太需要建議 因為你們好清楚自己要的東西是什麼 但是有時候旁邊的人不會知道 所以去諮詢的時候要記得講清楚 那這時候醫生也會講清楚說 他的療程可能還有什麼要配合的 是不是要定期回診、後續的保養啊 這些東西你們才會得到比較清楚的資訊 那我們接下來就到固定星座 我們固定星座 金牛、獅子、天蠍水瓶 是出生在每個季節的中段 那這個時候天氣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這一組的星座 他們的性格都比較穩定 那你也可以說固執 不太會改變 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一定是事前要做好多好多的調查 確定不會跟自己的生活有太大的衝突 太大的轉變 他們才會投入 移到我們的保養的習慣的話 如果他們真的完全沒有保養過 就是家裡什麼乳液啊 化妝水都沒有 那這時候你就算送他各種很簡單 你看他在噴一噴就好的保養品 他們都可以擺在那邊完全不動 因為真的要開啟一個新的事情 不是一個那麼簡單的事 他們對自己要做什麼 如果我沒有想過 那就是我不需要 你懶嗎? 你可以這樣講 但是他們會覺得 我不需要啊 這就是我沒有想要的東西啊 大概只有精油另外 因為精油是精心在守護 他們基本上再怎樣都會有很基礎的保養程序 所以他們比較不太適合就是有太突破性的醫美整形 哦對 他們如果要做醫美的話 第一個不要跟他們認知的保養方法差太多 如果這是他們完全沒有聽過的 他們可能就會 嗯我不要 可是如果你可以跟他講細節 他覺得喔細節我可以理解 他可能願意試試看 日常保養的水飛縮或是杏仁酸之類的 讓自己的皮膚變得更好 妝感更服貼的這種日常療程 如果完全沒有接觸過醫美的固定星座 一開始千萬不要做那種有療程的 單次性的會比較好 對那如果說是有接觸過的 可能就可以跟他介紹其他東西 那我們最後來到我們的變動星座 雙子雙魚處女射手 這一組的星座呢 他們就出生在季節的最後 天氣開始比較混亂啊 一下冷一下冷然後抓不準 你也會覺得他們的行為模式 是有點抓不準的 對對對 這個變動星座他們最好的好處是 他們很樂於嘗試 如果你覺得這種醫美怎麼會有人去做呢 他們絕對是第一批去做 然後做出來基本上第一批評價者 都可能很高的結率都是變動星座 他們的唯一比較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很常搞不清楚我做的東西是什麼 沒有做好功課 所以他們去可能發現 喔原來後續我要做這些東西喔 他可能就懶 然後甚至他們最常的是說 後續怎麼跟預期的效果不一樣 他們也不會去搞清楚喔 他們就會覺得 啊好算了 沒關係我再試下一個 所以他們也會很敢去買保養品 然後買回來就囤在家裡 很常做這種事情 所以變動星座呢 感覺比較適合 比如說熔乳熔鼻消補這種大手術 就是一頭熱的就去衝 欸他們蠻幹的 一定要特別提醒一下變動星座 因為變動星座其實最難的東西就是 吃之以恨 所以很敢做這種大型的突破性的 然後永遠都相信新的東西最好 可是有時候我們其實後續的保養也還是要做 這個東西變動星座一定要詢問清楚喔 所以他們在恢復期的時候是比較容易半途而廢嗎 對 就是容易恢復到可能原本說你要做多久 那他可能到了四分之三已經算蠻高 他們就會覺得差不多了吧 對於專業的意見呢 這一群也是容易忽略的 醫生的話當參考就好 的族群就是變動星座 那麼在送禮物之前呢 我是不是應該先了解一下三太的媽媽 是怎麼跟小孩相處的呢 比如說親子關係中 我們會常提到虎媽或是象媽 請問這樣子的話是要怎麼分辨 我們一般講到虎媽就是高張控制育的媽媽 然後我們一般講到象媽 是因為大象大概是整個動物界裡面 最疼小孩的一個動物了 那但其實啊 媽媽是一個很有趣的 你如果把媽媽顧得好 媽媽每一個都很溫柔 那我們今天就是一樣要用到這個 開創固定變動來看 什麼時候媽媽會變得很兇悍 什麼時候媽媽會變得很溫柔 為什麼我們要開創固定變動來講 是因為這個在講的是行為模式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烽火水土講 也不是不行 可是那就是媽媽自己覺得自己兇不兇 自己溫不溫柔 我就比較見仁見智 要特別提醒一下 因為媽媽喔 她會比較像月亮星座的部分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要以月亮星座為主 太陽星座為輔 我們真的查不到 沒關係 我們才可以看太陽星座 我們接下來就從開創星座 牡羊 巨蟹 天秤 摩羯座等媽媽開始 這一組媽媽 虎媽指數相對的比較高 因為他們很有偶像包袱 他們覺得我應該要怎麼樣才是個好媽媽 然後不止我要怎麼樣 我身邊的人要怎麼樣 我的家庭要是怎麼樣 我的小孩要是怎麼樣 他們會希望大家都表現得好好的 因為我也把自己顧得好好的 這個時候有沒有可能是像媽 有可能喔 如果你剛好跟媽媽的生活作型 生活觀三觀非常近 這組媽媽你就會覺得她都不管我啊 因為他們偶像包本中 他們不喜歡一直唸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跟媽媽想法差很多 在這裡特別提醒你 千萬不要跟他們正面衝突 這組媽媽 因為他們要的也只是表象的和平 你就當面跟她說 對 你說的對我都會做到的 然後你就表現出 媽媽的決策都是對的 我跟你講你接下來 楊鳳英偉 他們一點都不會怪你 他們也來得怪你 要特別跟這一組的媽媽說 在母親節的時候 要希望大家 好好放鬆休息一下 讓他們知道你平常做了多少事 那我們接下來到固定星座囉 固定星座的媽媽 金牛獅子天蝎水瓶 這四個星座的媽媽 對於人跟人的角色是非常明確的 每個角色都該演出什麼樣子 所以這組媽媽他們也算是 控制欲比較強的一組媽媽 我媽媽就是 強強 固定星座呢 他如果看到 小孩跟自己想的不一樣 或者是 孩子他有不一樣的想法 他做的事情就是 那我在我的角色需要做的事情 加倍付出 我想有一天你會懂 好有壓力喔 辛苦耶 小孩子也辛苦 這組媽媽其實 真的很容易會覺得 我好像為這個家裡付出好多 為什麼你都不懂 他這個東西也會表現出來 親子代工會比較嚴重一點嗎 需要多溝通 溝通沒有什麼效 他們沒有要聽 但這組的媽媽其實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跟他講謝謝 好啦你不要付出這麼多 我知道你愛我 你只要表現出孝順 就好了 你表現出孝順 你跟他意見不合 他也OK 就把媽媽自得服服貼貼的 就是順順他的毛這樣子 固定星座的媽媽一定要記得 本來人跟人就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那這不代表你做不好 所以不要再加倍付出了 那你也可以看到 小孩子沒有跟你想的一樣 也不代表他們不愛你 他們願意展現跟你 有不一樣的想法 願意表達 那可能才是他們愛你的方式喔 那我們要來到 變動星座的媽媽 一般來說 可能在我們小時候 同學的媽媽 如果是變動星座的媽媽 雙子雙魚 處女射手 我們都會很羨慕 因為他們特別容易跟小孩打成一片 也會感覺上很好溝通 但其實這一族媽媽 對某些長大的孩子 會覺得他們控制力很強 因為他們很敏感 所有的需求 小朋友長大之後 會有自己的想法嗎 這個時候媽媽就會覺得 怎麼會跟我想的不一樣 然後就瞬間很失望 因為小時候可能關係很近 那孩子如果覺得 媽媽的失望 我要去回應 就會覺得自己被控制了 就會覺得自己被情緒勒索了 怎麼樣制服這一組媽媽呢 你要先跟自己說 媽媽難過是媽媽的事 你只要自己活得好 活得快樂 母親節 你把自己最近的一些成績 帶回去給媽媽看 最近被公司賞伺啊 然後朋友怎麼樣說你好啊 媽媽就沒事了 其實他們很容易過去的 只是他們情緒反應很強烈 就是媽媽只要看你過得好 他其實心裡就會比較舒坦 對對對 不要被他的情緒騙了 因為他們就只是表現出來而已 那一定要特別跟這一組的媽媽說一下 小孩子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代表你的教育失敗 你的孩子真的被你養得很好 所以他們做什麼 決定都不會對他們的人生太有損害 好嗎 這就是虎媽跟象媽 他們在不同的星座裡面 什麼時候會切換的一個狀況 那想要請問一下一一騎老師 十二星座的媽媽們通常會喜歡收到什麼樣的禮物呢 這跟我們一樣是從三胎來看嗎 如果要回到媽媽喜歡收到怎麼樣的禮物 喜歡是一個個人感受嘛 所以我們就要從行動的開創固定變動 回到我們最熟悉的 火土風水這樣子去看 媽媽會喜歡怎麼樣的禮物 那請問一下火象星座媽媽會喜歡什麼樣的禮物 如果你的媽媽月亮或是太陽在 牡羊獅子射熟的媽媽 這一組的媽媽他們特別需要的就是面子 任何你可以讓她到長輩群組去發個照片炫耀的禮物都是好禮物 比如說像是高級餐廳啊 或者說很漂亮的景點 或者說很氣派的花束之類的東西 一些比較看起來就是昂貴的禮物 比如說名牌上面就真的寫了那個LV在上面 加分 可能有些人聽到昂貴就會想到那保養品呢 保養品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一組媽媽其實都蠻年輕的 我以為他們會比較挑 他們不希望自己老 有一些是你可能也不覺得他們老 那在送的時候你就要有一種 因為我把你當朋友 如果你是女生就是我跟我朋友都在用 如果你是男生就我女朋友 或者是我的女同事在用 媽媽你也一起用 我媽媽會很開心 那我想請問一下土象星座媽媽又是怎麼樣 你們的媽媽的月亮或太陽落在 金牛、處女、摩羯 這三個星座的禮物我覺得最好處理 直接問他們要什麼 不會沒有驚喜感嗎 他們也不要驚喜感 你真的送了他們 不想要或不需要 他們會很禮貌 你也不知道他們不喜歡 譬如說像金牛媽媽轉手就丟掉了 在你不注意的時候就丟掉了 所以千萬不要送這些媽媽手工卡片 他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你做的又不好看 他們會很托到 我可以講這我買嗎 所以像土象星座的話 是不是送錢讓媽媽去買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樣會比較實際一點 他們會覺得你很有心 然後他們也會覺得 哇你好棒喔 好懂我的需求 或者是你就帶媽媽去逛街幫他結帳 他們會一邊念說 不要這麼浪費啦 很開心的選 這是很實際的一個星座 對也可以送他們領選 就是實質的東西 問一下風象星座的媽媽呢 風象星座的媽媽 月亮跟太陽在雙子天秤水平 他們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有趣 是指說要帶他們去玩嗎 可以 或者是送他們的東西 比如說一些科技的新產品 比較新奇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想要設計一些 比如說媽媽我即將要送你什麼 然後給他猜 然後結果 最後打開 怎麼是這個 要有驚喜感就是了 對 這一組最需要驚喜感 如果你真的要讓他知道你要送東西 絕對不要讓他猜到 那一個Party好像也可以耶 可以 可以 如果這個Party的話 你可以是各種 有趣啊 驚喜 但是千萬不要雜派到媽媽身上 雙子媽媽可能還可以 天秤媽媽就是會笑笑的 然後不太開心 不要讓氣氛乾掉 搞笑的事情還是讓小孩子來啦 愚弄媽媽 不是愚弄媽媽不行 可是愚弄自己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 但也不要太蠢 天秤媽媽可能會覺得 這有點太蠢了 好尷尬 但是他還是會笑笑的 就想請問一下水象星座媽媽是適合什麼的禮物 感覺比較變動是不是 如果大家的媽媽月亮跟太陽落在巨蟹天蠍雙魚 這一組你要說簡單可以很簡單 要說難可以非常難 因為他們要的東西叫心意 心意很難捉摸耶 剛剛記得你說你媽媽是天蠍座 你都送什麼禮物 我都送他錢 超美心 讓他自己去買自己想要的東西 他覺得你超美心的 為什麼不想像我需要什麼錢我不能自己賺嗎 可是是從我手上包給他 是我的信封我需要自己去做設計 如果你的信封有什麼 可以可以可以 很像是比較注重情感念的 對他們簡單的地方就是 譬如說你拿一些華而不實的東西 什麼蠟燭點一堆 然後這種東西你還不能回收 他就會覺得你願意為了直接大付出耶 你願意為了我不計成本的付出 可是蠟燭很便宜 就是需要你的那個勞力 看得出來你孝順的心 看得出來你有為了他花生意 甚至你去學我們以前學生時代 不是會用珍珠版嗎 然後奇異筆寫那個你喜歡他什麼啊 然後手作卡片 甚至你做很醜都沒關係 他一定會好好幫你保存下來 因為我媽媽也是天蠍座 然後他在學校當那種故事媽媽 所有小朋友寫給他的卡片 他從來沒有丟掉過 我好用心喔 所以水象媽媽是比較浪漫的啦 對然後不管做什麼 就是那一天你只要露出一個 我甘願啊媽媽就夠了 帶他去吃飯好多人好茶 他說他在家吃不好嗎 他說我不想要再讓你累 加分 啊你這樣子不會煩嗎 啊為了你怎麼會煩加分 就是油嘴滑舌 水象媽媽很吃這一套 好謝謝依錫老師的解說 雖然我們平常就應該要表現對媽媽的感謝 不過在母親節的時候呢 可以特別的慰勞媽媽一下 然後蜜粉們不妨參考 依錫老師針對十二星座的分析 來了解媽媽的喜好 然後讓你送禮送到媽媽的心坎裡 也跟媽媽可以有一些共同的話題 來增進感情喔 好我們下下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可以可以插 拜託插我的話 喔好 我插你的話 你們段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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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如果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幫我們按喜歡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喔